好 接着说 所以我不认为比亚迪就一定会比特斯拉便宜 可能比他还贵 甚至还要贵很多 贵几万美元 但是我都会去买比亚迪 我都不买特斯拉 我对他我不放心 我对比亚迪我相当放心一点 中国人日本人做的东西 在细节上是非常讲究的 非常认真 知道吗 不会出特斯拉那么多的小毛病 我没工作去修小钱 你知道吗 开着开着 就是空调出风口掉下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掉下来之后 那车带有速度 再一晃嘎嘎嘎嘎嘎嘎响 就不是完全掉下来 这样挂着 你见过吗 就真的特斯拉 不是一辆两辆 你知道吗 还有门上的一关门 松了 你拿手一按那东西 嘎嘎嘎嘎嘎 特斯拉不是一辆两辆 十辆里有八辆 都烂成这样 你说我买它 我有毛病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 就是说 比亚迪会给特斯拉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 我现在很担心 就是到明年的时候 比亚迪和特斯拉的销量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未来几年 最后甚至有可能 就是说有一天 比亚迪一年的销量可能比特斯拉多30% 那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炒股票是需要故事的 是要烘托的 需要光环的 你明白吗 那被人一顿碰揍 打了五眼青 你到时候你拿什么去讲故事呢 你懂吗 你没法讲故事 你雷雷 你没跟徐晓东打之前 对不对 我一只鸟飞不出手 就徒臭皮西瓜 上一顿一顿棒揍 打了个五眼青 对不对 你的所有论述都不存在了 什么武林大师 什么我的气功都不存在了 你懂吗 所以特斯拉的问题在这 当年是我们认为 它就是未来 就是电动车的未来 未来电动车 它就是全球销量第一 绝对的霸主 在这种论述之下 你的股票才有价值 如果你跟比亚迪之间的销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话 你是什么未来 我看比亚迪才是未来 所以你现在你又服了吧 当年伊利马斯克总是说 说巴菲特看错了 巴菲特 当时比亚迪和特斯拉竞争 巴菲特认为比亚迪更有潜力 发展更好 巴菲特大量的去买比亚迪的股票 没有买特斯拉的股票 伊马斯克说 你看看你 你错过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现在才来看 你最后你会发现 巴菲特当年 我不知道巴菲特到底看了什么 就跟世界两大的未解之谜 一个不知道巴菲特为什么看好比亚迪 投资比亚迪 另外一个不知道李嘉诚到底跟习近平聊了什么 扭头回头就跑 抓不回来 老爷子就跑没影了 你知道吗 跑的 你知道吗 都是小小羊那种跑 你要他跑 跑中那种形状来了 就是世界两大未解之谜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现在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你注意没有 古神还是古神 对不对 就比亚迪还是上来了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不当然了 如果就是说中美关系好的话 我认为特斯拉就完蛋了 但是幸亏中美关系不好 中美关系不好的话 特斯拉好歹它是个美国企业 比亚迪是个中国企业 这个里边来讲 就是说美国政府会上下其手 想尽一切办法弄死他 你知道吗 一定会弄死他 那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为什么我还说 我还能够对特斯拉看好一点 就是我相信 但是就是说伊德马斯克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伊德马斯克今年要考虑 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想办法 就是说加入工会 把工会搞出来 跟民主党把关系搞好了 然后年底选举的时候 伊德马斯克应该导向民主党 支持拜登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他没戏 川普对电动车一点不买账 如果今年11月3号 是川普赢了 那坏了 川普对电动车一点不感兴趣 一点兴趣不感 不感兴趣的话 就又会极大的耽误特斯拉的发展 会耽误好几年 上一个四年 由于川普导致特斯拉的发展 就有点变慢 知道吗 中国电动车就趁着这个就起来了 如果今年的10月3号 又是川普当选的话 后面四年可能就是说电动汽车 就是说美欧的电动汽车 可能跟中国电动车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当然了 川普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比亚迪 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你不能老是依靠政府和政治力量 去弄死人竞争对手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大家好好竞争 吴老师 我Google插手按插卡 我都宰了 我挖个坑弄麻袋一桩 给他埋了 你老搞这个 还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不管怎么着 我现在来讲 大体上我还是看好它的 好不好 但是它有一些 也有一些 就是说危机和气机 我都说了 几个 第一个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能不能降价 如果最后就是说 比亚迪卖14万 莫多X卖1万 那我就买莫多X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如果它8万9 那个14万 我去买养王U8 不用降到1万 它只要降到4万 就是说它14万 它4万 那我就买莫多X了 你明白吗 所以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你能不能降到足够便宜 你只要足够便宜的话 我一定看好你 还是那句话 你10块钱一辆 100万美元一辆 那比亚迪可能破产 急了死它 懂不懂 所以这就是你的转机了 就是说 你能不能提高 你的制造工艺 极大的降低成本 就是之后 你成本降到之后 就卷死它 卷死比亚迪 那比亚迪活儿八道了 我看你卖车 你卖 我说实在 你真的卖1000美元 别说100美元 你卖1000美元 一辆这个车的话 王山福 那你就直接进精神病院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不知道了 就懵逼了 就不会思考了 你懂吗 所以这就是 好吧 反正这是关于特斯拉 我们要看它今年的 后面的走势和表现 还要看一看 比特币基本上不用看了 因为跟美国政府合作了 对不对 但是特斯拉 有问题 几个看点 今年几个看点 一个能不能就是说 搞一个工会 搞一个工会的话 其实对它非常有好处 搞一个工会的话 跟民主党 跟美国政府的关系 会好很多 因为为什么呢 知道吗 工会它有力量 工会有选票 你知道吗 你看去年 去年你看工会 罢工 总统都去了 总统参加罢工 一起跟着罢工 为什么 不是为了选票 为了选举吗 你知道吗 你一旦有了工会之后 你看似好像你的钱上 有一些损失 但是在政治上 你可有很多 有很多好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特斯拉 能不能搞工会 然后就是说 能不能支持拜登赢 如果拜登赢的话 那么后面还有机会 拜登会帮着这种车去发展 帮着你搭比亚迪 不但搭比亚迪 还帮你发展 如果川普上南的话 光打比亚迪 当然川普的关键是 川普光打比亚迪 川普现在打谁 没有他不打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连特斯拉一起打 你知道吗 我急着连我的企业一起揍 你知道吗 所以川普如果上南的话 对于特斯拉发展 也不利 所以这几大看点 好不好 咱们今天看看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保时捷 说说保时捷 保时捷前两年没有说 但今天要说一下 有小伙伴来了 跟我说保时捷的情况 说在中国 最近说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23年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比较惨 他说这样 说是2023年第三季度 保时捷 中国地区销量 同比下滑40% 2022年 还有加价购买的 很多车型 到了2023年底的时候 就都有一些折扣空间的 尤其的是帕拉维纳和马侃 现在折扣空间很大 然后保时捷的保值神话 也破灭了 保时捷曾经在中国 保值率车型中排名第一 三年车型保值率达到了 曾经达到了惊人的97.3% 就一样新车买来 开了三年 再出去卖 100块钱买来 卖97.3% 知道吗 这么厉害 说过去八年来 中国一直保时捷的最大的市场 但是到去年 不是不是今年 去年就不行了 那么他们分析认为 就是几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宾利 宾利年销量是1.5万左右 法拉利是13000辆 宾利的15000辆 保时捷的每年卖30万辆 比他们多太多了 多了之后就不值钱 对不对 这是此其一 另外一个还有他们认为 说宝日捷的超豪华地位 以传统的超豪华车不一样 传统超豪华车 都是什么有什么历史文化 皇家血统加持 像宾利 劳斯莱斯 不都是什么皇家的 对不对 宝日捷的品牌溢价 是在性能领先上 对宝日捷来讲 性能是最重要的 宝日捷是靠自己的性能和技术 在搞的 他说 是通过先进的赛车技术研发 再普及到日常用车 但是新能源出现之后 宝日捷的性能优势被撼动 举个例子 他举例子 说89.8万 入门级的宝日捷 入门款 0百加速度5.4秒 20万人民币 哪吒GT 0百加速3.7秒 这是他的说法 关于这个 因为好多小伙 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说说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来讲 你要明白一点 宝日捷不是一个一般的车企 它跟一般车企不一样 宝日捷基本上 我认为属于奢侈品的行列 你懂我意思吗 它属于奢侈品 它有很大的溢价 那么如果到奢侈品的话 你在探脑上的时候 你跟别的探脑不一样 为什么 到了2023年的后半年 所有的奢侈品都在降价 不仅仅是保时捷 劳力士也在降价 劳力士都是铁的 铁的劳力士 劳力士的二级市场的价格 也在崩跌 爱比 百达斐利 全都在跌 你明白吗 所有的奢侈品 连爱马仕的包都在跌 我说二级市场 我不是说零售商 你在柜台拿工价是别想的 但是这些东西很多 它都是有二级市场的 劳力士 爱比 百达斐利 爱马仕的包 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是在二级市场的价格 其实倒反而反映市场行情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不是专柜的柜台价 柜台价 不是说那个 但是懂得都到说上 不懂得就 不懂得理解不了就算 那没办法 反正就是说 你要看到二级市场的行情 二级市场行 大家都在跌 跌的都惨不忍睹 而且我跟你说 不要说到年尾 年初的时候 爱马仕 我的路级视频 就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说爱马仕就赢到什么程度 就你进去 你只要有VIT带你进去 你找到了这个Sales 就是他们叫SAR 你见到这个SAR 你会发现 什么包都有 颜色也有 都可以拿 你懂我意思吗 实际上就到了 到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 为什么 就是这个经济变冷了 大家都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奢侈品呢 是大家普遍都在降价 而且呢 这个高档的豪华车 实际上都在降 所以保时捷呢 降到这点价呢 我不知道呢 你激动个屁 保时捷现在主要是销量 同比下滑了40% 其实价格跌的 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基本上没怎么太跌价 但是帕拉梅妈和马看 好像是跌了一点点 给了一个折扣价 但是呢 说实话 你看看隔壁的特斯拉 特斯拉从14万每年 降到了8万多 砍了一半 你还 你再看看保时捷的话 你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保时捷才降了几块钱 对不对 你看看特斯拉降成什么样了 对不对 快跌成屎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了 奢侈品嘛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 关于这个性能 性能这个东西呢 它现在是什么呢 很多人呢 他不理解 它是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出来之后呢 现在保时捷刚刚进入电动车 这电机发展的确是不好 速度不够快 但是呢 绝对也不是肉车 还有呢 当然了 他一定要拿呢 就这种基础入门版 5.4秒 我买的那个呢 我买的那个 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的版本 但我那版本也3.5秒了 百公里加速度 也不至于呢 就是说连20万的 挪扎都跑不过 3.7嘛 我那个3.5 知道吧 我那个本身呢 是3.7 然后我买了一个套件 是怎么着的 最后能够到呢 这个3.5 但是保时捷这车吧 它其实它还真的 不光是一个的加速度 加速度这个事儿啊 实际上一直都是 美国肌肉车 是跑直线 加速度快 这个欧洲车上保时捷什么的 其实讲的 它是弯道 是弯道性能 你懂个意思吗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它现在直线呢 是有一定的问题 对不对 现在不够快 但是你相信我 这个东西呢 很快就会过来的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你懂吗 就是说直下加速度 这种事儿呢 就是说是电动车的 一个优势 这个其实大家最后 都能做到的 只要别人能做到 它也能做到 底盘的优势 是你学不了的 前两天跟我老婆呢 去出去玩 出去玩不久 那代客趴车 把那车开走了 上台的时候呢 不知道代客趴车 什么瞎 把我们家那PTCC 给我们关了 我老婆开上这车呢 上了高速之后 说今天是不是风大 这车怎么开始飘啊 又在一看那PTCC 没开 所以呢就保时捷什么PTV Plus PTCC啊 后轮 后轮随动转向啊 这些东西呢 你没开过 你没法理解 你开过了呢 你走不了 你懂吗 你看比尔盖茨为什么 比尔盖茨这么有钱 比尔盖茨不买特斯拉 比尔盖茨 一能买保时捷的台坎 比尔盖茨不知道他慢吗 他也知道他慢 对不对 大车车 那不是大车车 开玩笑 这个呢 我跟你说啊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买特勃S的话 特勃S保时捷说是吧 2.7秒的摆动加速度 对不对 然后特斯拉是什么 1.99秒 对不对 其实他俩速度差不太多 没有你想象差那么多 特斯拉呢 他如果不换轱路的话 不带特征赛道 他跑不出1.99秒来 他是2.几秒 保时捷如果说2.7秒的话 你随便找到地跑 就是2.5 他总是往多了说 所以我估计啊 特斯拉应该2.2秒 2.3秒 保时捷应该2.5秒左右 也就是差个0.2 0.3秒左右 当然他那个宣传呢 就是说一个是能往多说 往多说 一个是能往少说 不往少说 就没办法 这车企的文化价值 但是呢 就是说 你资料你买过了 你像我老婆 我老婆现在开完PTCD 已经上瘾了 PTCD不开 这车还想开 连开掉不想开 开车头运 我们前两天 不许试驾那个Model S Plaado 我老婆没怎么开 就我开的 我当时跟你说 我说开这车运 其实你不太明白 你做副驾驶 你不太感动出来 但你做驾驶位置 特别明显 他有PTCD 而且我们还没上高速 就只是在路上 随便开一开 一转向那车 他就测轻 保时捷PTCD 它那水平 基本上是不动的 你懂吗 所以那种底盘技术 我不知道你们 什么时候能够追上来 但是呢 我就跟你这么说 你基本上 你开着保时捷的车 尤其是 当然保时捷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你知道吗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选证券 你买的车 你只要不选 它全都没有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觉得 那些选证券上都没用 都是花哨 都是噱头 他都不选 我就买辆保时捷 我只要那车标就行了 都买了就是乞丐版的 那些东西 全都没选 那哥们 你开那辆大众 你懂吗 你不要骂保时捷不好 那你开那一大众 那不是保时捷 那就是贴了一标的 贴了一保时捷一标的大众 这东西都买了之后 你只要开完了之后 别的车 你没法实驾 你一上车 他就 你懂吗 你在那道上 你一开 你一跑 你就明白了 也许能够比较接近的 我能够接近就保时捷 这种驾驶体感的 宝马的M3 然后像什么尼桑的GT2 我觉得还有可能 其他的几乎不可能 其他你再要 要这种驾驶感 那就是什么大牛 小牛 莱坡尔基尼 麦凯伦 法拉利那去了 你知道吗 就下面的基本上 就能够接近这种驾驶体感的 都没有 你知道吗 所以我知道 你觉得比尔盖茨是个傻逼 人傻钱多 对不对 你真有他那钱 你真的你像他那样 他选全都到头了 他都是Turbo S 然后什么 下面那选项能画钩的 哥们都画钩了 你懂吗 你到你有钱 钱多 你到跟比尔盖茨 这样买那种级别之后 你一开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不是比尔盖茨 人家钱多 而是有钱真好 你懂吗 就是 所以呢 这是没办法 但是不管怎么绕吧 他现在是个 咱就算大肉车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实际上驾驶速度 这肯定不行 但是这个技术 对他来讲 根本就不是事 好不好 我跟你这么说 我认为两年 两年之内 就是说在百公里加速度 这还是来讲 当然了 欧洲车在这个地方 从来都不怎么追求 但是两年之后 在这个地方 跟绝大多数的电动车 保持一个一致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就超过人家 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他也不追求这了 但是最后 可能大家保持在一个一致 就是这样 我觉得 两年我都往多了说 而且现在保持 整个的电动车转 后面可能 马卡要出纯电动的 居然卡燕 也要出纯电动的 如果这两个 出了比较成功的话 后面可能 帕拉麦拉就过来了 但当然 保持节要出纯电动 什么时候 是真正认真 要搞纯电动 你知道什么时候 出纯电动的911才行 你知道吗 保持节的核心 就是神祖牌 招牌 就是一切的核心 它的图层 就是911 所以911 只要不出纯电动的 其他的都不行 你懂吧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留有一句 就给他纯电动的911了 他一定要最后 他要识破天津的那一天 就是他纯电动的911 出来那一天 那天一定要你知道 锅是铁打的 你相信我 就是他只要 他纯电动的 那款911出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把特勃S 当然那时候 已经没有特勃了 但是我不知道 他怎么去划分 他最后 才看还是按特勃S 去划分 他的那款 纯电动的特勃S 911出来之后 那个百公里加速度 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 但是呢 如果你买的不是特勃S 是下边的话呢 很有可能 还是五点几秒的加多 保住 他有这玩法 他没办法 你怎么说呢 他就挤着你 一定让你的加钱 去选装 去升级 你知道吗 奢侈品 奢侈品都是这样 那爱马仕 你进去拿个波及猫 你不买点啥 对不对 他能让你拿走吗 对不对 奢侈品都是这玩法 你再买买 不再买就算了 他就没辙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保持节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说 我估计还 我不知道 反正说今年吧 就是纯电动马看是可能要出来 然后呢 我不知道是今年还是明年呢 出卡宴 那么911 纯电动的911 什么是出 我估计比后年 反正现在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估计还得三年 但是主要就是什么呢 哎 现在整个汽车市场不好之后 我看他们有点都在观望 就是关于电动车 好像有点观望 就是说我们都说2021年 电动车是元年 后面应该越来越来越好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啊 就是因为现在电动车啊 中国发展太好 美国和欧洲啊 有点犹豫 你知道吗 他们有点呢 就是说好像这个想法不一样了 就觉得我这么玩 没有发展电动车的话 简直是帮中国做嫁衣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看看 但是呢 我跟你说啊 对保儿节 如果说有危机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吗 绝对不是特斯拉 保儿节有危机 是中国电动车 比亚迪的仰望悠久啊 到到现在还没有量产 没有正式上市啊 但是如果真的 像他的介绍片 说到那样子的话 然后卖那个价钱的话 哇 那911真的出杀手了 知道吗 以前就是说 这个911杀手 那个911杀手 我们都没当回事过 但是仰望悠久 如果真的是 是100多万出头 人民币 100多万人民币出头 等于就145万美元 然后真的 如果像比亚迪 就是广告宣传式 做成那样子的话 我跟你说 我也不会叫要了 我也买仰望悠久去了 你知道吧 跑车 U8是个SUV U9是个跑车 他那跑车做的太夸张了 他四个轮 是完全是各保各的 你知道吗 他那个车是 我不知道他那技术 是怎么达到的 你知道吗 他四个轮 一个跟一个 自己玩自己 你知道吗 他跟别人不一块玩 他是什么 他在高速上跑 一个轮爆胎了之后 突然少了一个轱达 对不对 另外三轮如果 马上接过来 这车不带动的 不出测轻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 那比PTCC还夸张 因为PTCC 也做不到这点 PTCC如果 PTCC也是 当然PTCC 就是说 如果马轮上爆胎了的话 他会救你 但是肯定也会动一下 这个车 阎文悠久 我看基本上到了 就是动都不动一下 这车 就三个轮 直接就往前开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技术 我不知道 对PTCC 我们也说 保护机的PTCC 就是PTCC 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之后 你马上爆胎了之后 知道吗 这车会动一下 但是迅速的会纠正过来 就即使爆胎了之后 他能把这车给你卡住他 知道吗 这种技术 以前都是只有保护机 他有的 你知道吧 现在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比亚迪是怎么来的 这技术 反正他到现在没有量产 但如果出来之后 那真不一样 他如果像他宣传的那样子 实际上他已经超越了PTCC 就是他的技术 技术能力和效果 但是能不能 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就说 说你看 苹果 苹果做一个手机 他说有一个功能 你拿按针能用 你明白吗 你放心用 其他的一些品牌的受解力功能 你用不了几次 他就开始死机 以前Windows手机就这样 他就说 我说这功能不能用的 用就死机 用就重启 你知道吗 但苹果 他说这功能一直给你用 他很少会死机 要重启 你懂吗 就是说杨朗悠久 他吹的是很厉害的 但这个东西能不能真的做到 我们不知道 如果能不能做到的话 这个真的 那就有问题了 再说吧 所以反正关于保护机 我就认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反正就目前来讲 就以特斯拉 我不知道他老说什么 出什么Rode Star 我不知道在哪 好多人给我发什么Rode Star的视频 那个就是骗你玩的 那东西没有 它不是真的 它跟U9不一样 U9它是真的有 Rode Star都是逗你玩的 你知道他曾经也许造过一个 后面说的未来还要再造 我估计20年之后 可能 那都是胡扯的 但是U9是真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 而且我说的实在 但是比如U9 假如仰王U8进来了的话 你说我买卡验还是买 如果出一个纯电动卡验 和仰王U8的话 你去买哪一个 两个价格可能差不多 这都让你很头疼 要思考一下 当然我不知道他后面 这种卡验会做成什么样 但是现在仰王U8 没事在水里开 路上跑 原地转圈 横着开 下了水能当船走 你看到之后 你就觉得怎么回事 我这买条船 买了条游艇 要下海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对 我现在真的觉得 就是说宝石节未来 如果有敌人的话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宝石节杀手的话 我其实不要看好比亚迪 我不看好特斯拉 而且比亚迪小毛病还少 中国车企在这些细节上 非常认真 非常较真的 小毛病又少 然后又奢华 你能想到的奢华功能 它全给你 中国人玩热 就是说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的 你知道吗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对 比亚迪 比亚迪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这不好说 将来比亚迪的潜力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就为什么巴菲特当年买比亚迪的股票在这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美国政府 欧洲政府 可能会联系手来一起干死他 就说他是什么 间谍组织 说他是特务 说他这个车上都有摄像头 是在窃取美国欧洲情报的 所以我们要全球 我不知道就跟当年弄华为一样 干他 这个还有可能 不然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这事就不好说了 好吧 反正就关于看法 我也不是说一定看好保守节 我知道吗 我也犹豫 主要就是看比亚迪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说保守节要快速发展了 我不能再这么悠哉悠哉了 太不着急了 太不着急了 应该去 你看 去年就应该出 他是2021年发的台卡 对吧 去年 二三年就应该纯电的 马看就应该出来 知道吗 今年纯电的 而且应该是什么 他现在什么 他光出一个纯电版本 他不是全系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保守节在搞什么 应该就去年 就应该马看全系 全搞电动了 不再出燃油了 然后卡燕 到今年就卡燕 全部都是电动的 不出燃油的 知道吗 然后后年就是整日911全电动不是燃油 应该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他们现在呢 还是看美国政府和欧洲政府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欧洲政府对人车呢 留了很多的这种东西在 他们还有钱可挣 有利可图 然后呢 在人车这方面呢 又有好多的这种技术积累和技术优势 不愿意呢 就是这么大刀阔斧地走 但是呢 如果再慢一点的话 比亚迪就来了 知道吗 真的比亚迪来了 这个是不开玩笑 比亚迪来的是另外一个概念 好吧 那么反正呢 三个呢 我都说了一些呢 我的观点上看法 然后希望呢 对他们能够帮助啊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及时收听收益死动机 好不好 然后呢 当然我也希望呢 如果你去买卖他们的股票的话呢 希望对你们在这个选择买卖的时候呢 能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然后明年吧 明年的时候 因为对这个比特币 然后保时捷和不是不是比亚迪啊 特斯拉对这个比特币 特斯拉保时捷 也其实也有比达也有比亚迪吧 比亚迪也说了一点 对不对 比亚迪我也说了一点啊 嗯 都做出来一些呢 这个预测 然后明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看看 看看我这几个预测呢 有哪些啊 对了哪些错了的 我们大家呢 在咱们再就是说 哎 我觉得也不错啊 发展成了每年的这么一个系列性的节目了 是吧 好吧 那这些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